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与恨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有缘有故的条件下才会产生 天地之间 人世之道 万物之情 都是如此 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比如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过的 或者没有见到过的 或者没有意识到过的某人或某事 这三种因素或缘由 一者都不具备 那么 就不可能知道此人 也就不可能有这个人的概念 或者 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或者物 也就不可能有这件事物的概念 既然这个念头都不存在 又怎么谈得上爱和恨呢? 所以 爱与恨 是必须建立在有缘有故这个前提之下的 又比如 我们爱一个人 恨一个人 那么 首先我们得见到过他 或者 看到过他一眼 或者他的形象 或者他的态度 或者他的品性 对我们有所感受 我们才会产生出分别的心 称为和和之因 从而 结爱或恨的这种果 因此 只有有缘有故 才有爱与恨 无缘无故 其念无存 自然 也就没有爱与恨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